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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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除了北京天坛之外 在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天坛 经过很多调查考证 我们来到西安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唐朝时代的天坛 但是今天的西安已经面目全非 不过千几年前 唐代天坛在这里的一点遗迹 也勾起了大家对历史的追忆 沿着古代丝绸之路一直向西出发 摄制队经过福熙 延帝两位中华文明创启者发场地 又翻过重重崇山进岭 去到充满艺术色彩的墨跡山 无数大小雕像 都见证着那里历世历代的变迁 进入较为贫赤的甘肃省 我们拜访过当地的兰州大学 再经过差不多十个小时的车程 来到一个表面和中国其他农村 没有什么分别的地方 黎显市 想不到在这里等待着我们的 竟然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今次拍摄行程虽然非常紧逼 但是在四川成都短短两日里面 我们拍摄到一件不可思议的出土文物 这棵树据说不属于中土文化 而是由很远很远的地方传入中国 而它也开启了我们对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 更深入探讨 走过五省 两独立行政区 十三市 四十几个景点 当离开这片黄土大地的时候 涉制队队员都怀着一份感激 多谢各方面好朋友 给我们在土告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更感谢神连日来 无微不至的保守和引渡 我们期望将来再有机会回来 发掘更多有意义的题材 拍摄更多有质素的好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了真人生事之外 原来用历史角度来探讨基督教的信仰 都是相当的有趣味 所以两年前我们去过中东 以色列的地方 所以千古奇迷中国片 其实都是源于两年前 很多人觉得这种节目受欢迎 我就开始了这个构思 千古奇迷可以说是我们 我们因与历史里面出动的人最多 我们有四位的制作人 有一位的主持 加一个的嘉宾主持就是梁英胜博士 我们今次是来到中国做一个很特别的答辑 就是尝试从中华文明的根源那里 找到一种圣经的信仰是有牵连的地方 而且让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几千年的价值 和基督的信仰是和谐的 在神的大令之下 我们就居然能够拿到一个正式的签证 而且这个签证不是旅游的 是一个是记者一拍摄的签证 一到长城的点 我们就知道 无论走到多远都好 我们是要沿途影员回去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 Steven完全听不到 可能他见到长城 实际上太兴奋了 已经是跑前了三十步 这样冲了上去长城 没办法 唯有跟着一起向前走 如是者 就一直走走走走走 谁知道就走光了整个程 我觉得长城是一定要很高映下来的 不断向上走 因为上面最顶顶那里 有一个标语就写着 北到长城就非好汉 好汉 是这样的 但是他一直向前走 他太兴奋 而且一直很靓 于是我们就陪着他 一直走晴晴晴 大家去到第一个关 大家扯了 大家有坐下喝水 你都知道北美洲的人都少走路 一上到去 其实很辛苦 大家不敢说辛苦 很舒服吗 没问题 没问题 Steven说这样才漂亮 就是这样才有美感 这样看到长城是最漂亮的 我也很同意 不过要拿这么美感的镜 要负上很大的代价 平时小运动的人 真是喘气的 我一心一意就真的想走到最顶 他一直拍一路 觉得景色很漂亮 上到就说 好了 拍完了 我们从这边下去了 然后Nexy告诉我 不是那边下去的 我们要回到原路 回到原路的巴士 在原本的地方等 那时候 其实就 都是 完全吸收了 不過我想其實都是有幾個經驗 但我很感恩就是有三位同工 一同行 即使是冤枉路 不是孤單 但其實大家走到好漢波 發覺其實這段路不是冤枉 特別我們回來剪片的時候 無論在我們的片頭 每幾集的片頭 我們的宣傳片 裡面都用了好幾個 正所謂我走上了這條冤枉路 所拍攝的鏡頭 我一想起上海灘 許文強 擔著把傘接逢澄澄在雪景當中 如果現在不下雪下雨也挺好 我不知道是神經道高地 剛巧都這麼巧地真的下雨 下雨就是落到落湯雞 在孫中山的故居裏面拍攝的時候 我覺得又挺漂亮的 因為故居裏面因為我們批民裏面 有些溝通上的問題 我們不能夠進去故居裏面拍攝 因為進不了他的緣故 我們花了少許時間和心思 不斷拍攝孫中山的銅像的雨景 在雨中的孫中山先生的那個像 我覺得好像天在灑一些 慢慢的有些哀愁的感覺 因為我們說到是中國人近年來的 很多的戰禍和很多的動亂 那個感覺就好像天和我們一起哭 拍攝當日的確我的心情是有點數起的 但是回到你看畫面的時候 就給我很大的觀能上的刺激 一剪起來 哇 原來是這麼漂亮 這麼漂亮的感覺 這麼淒瘡 這麼淒迷 我發覺神真是一個很好的美術指導 我發覺神真是霞 麗軒市這個地方很有特色 其實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震撼 通常羅馬人曾經在那裡 居住過的一個地方 中國的一個地方 名叫麗軒市 他這個地方很辛苦 長途拔絲 我沒有下過一條功爛的路 當地的居民 當地的負責人 為我們安排了一百個村民扮羅馬兵 我們看到這些都不是恩雨之星 能夠在背後可以安排的 這樣的製作 而當時天氣正在下雨 我們都很怕去到會不會還是下雨 但是經過大家心裏默默祈禱 我們去到的時候拍攝的時候 雨是停了 很奇妙的 真的落到車 那個雨勢是慢慢收慢 但是因為那時候 那個情況已經很混亂了 已經有百多人在等著我們 音樂也有大響 過了最繁忙的時候 我們還有一些零碎的東西要去拍攝 忽然間 那個帶領我們的馬先生 他就說 你們的神真是很念 他說你們的神真是很靈能去聽祈禱 我心裏面才反而想 是喔 我們是完全顧著做事 我們不記得了要去感謝神 我們製作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禱告 我們每次都為著這個節目去祈禱 我們每拍攝 每一次開鏡我們祈禱 我們開會我們祈禱 我們為著這個節目 如何安排祈禱 最靚的地方就是神自己去串臉 去到佳餘關這個景點 我還記得當我們要去等批文 去等這個進去的那一剎那 我其實很心急 因為差不多近黃昏了 快要剩下一點時間 他就關門了 那一路拍攝就一路日落 那我們就罰不理了 我們分頭 我們全民皆兵 我們其實雖然製作的人員 我們有四位 我們有三位已經拿著機去拍攝 正如史蒂芬所說 有些黃昏日落上拍的東西 其實怎麼拍都是漂亮的 因為根本的光線是很漂亮的 當頭曬下來的光 通常就沒有那麼漂亮 《古達法》的日落當中的佳餘關 真的是很漂亮 佳餘關實在給我很多的回憶 最重要的就是原來 神在整個製作旅程裡面 連這些的時間都控制了 是超乎我們所想所求 我們去到北京的時候 也有政府當地的官員 文化部的官員 有陪伴的一起來去 那些官員去到原來真的幫我們 無論在酒店、住宿、旅途的編排裡面 我們看到他們盡心竭力 而且我們的相處裡面 初初當然有些少的陌生 但是到了後期 大家居然有說有笑 還可以來講教教信仰 這個設置組 他們拍攝了一個 早期中西文明對比的一個文化片 大多數的設置組成員 都是第一次來中國 來之前他們閱讀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資料 精心地做了準備 非常有這種敬業精神 深深體覺到你們這個設置組 是一個非常非常團結 而且工作效率很高的 所以我就深深地感覺到 從你們這個拍攝當中 我覺得你們製作出來的片子 也是高潤潤的 原來他都不介意 有一個不同的宗教團體 入了他們一起的共識 叫做同車共濟 我們後來還一起祈禱 其實每天都一起吃飯祈禱 這個設置組都是基督教徒 他們每天都做禱告 他們熱愛和平 熱愛大自然 熱愛文化交流 他們每天都祈禱有一個好的天氣 能讓他們拍出最美的鏡頭 他們利用這個最短的時間 能夠拍出最好的東西來 到最後一天的工作日 我們在這個杭州梁珠的天壇 我們一起十幾人 二十人 是信主的 未信主的 我們一起在裡面祈禱 是為到整個製作旅程來感恩 也都為到我們的中國大陸 來一起祈禱 我覺得那一刻是令我很難忘的 Felix是最少病的一個 通常去一趟旅程 每個都病了 都剩下他 我們就覺得他真的是一個鐵人 但竟然這次去到北京 他第一個病 哇 那天真是辛苦 那天真是辛苦 我想Steven和我的房間他們知道 我覺得基本上 差不多是在廁所裡睡覺 接著那幾天 我的肚子就成為了 一個測試 送菜的游利程度的機器 恩羽的弟兄姊妹都相當怒苦 和我一起走絲綢之路 由西安去到新疆的烏魯木齊 中間一路坐車去 走了四千多里路 大家都是很艱悔 我發覺到時間短 拍攝的景點要多 去的地方要多 要搜羅的鏡頭要廣泛 其實這麼少人 只有幾個人的製作隊 其實難度很高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做一個打雜的工作 是製作部裏面的打雜工作 每個人都是一個雜工 只有神在串連當中 只有神在串連當中 那些機器開始有些故障 麥克風也裝不到上去 電池也裝不到上去 沿路我們就用一些索帶 橡筋 那些魔術貼 我強行將東西紮上去機頂 希望能夠繼續運作 我覺得有幾妙的 因為從來沒有試過 機器爛了一半去拍攝 拍攝回來的效果是幾好 阿忠呢 他自己是作曲作詞的 他是一個音樂人 他見到整段的感覺裡面 在《絲綢之路》裡面 他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寫了一首歌出來 這首歌充滿了對祖國的愛 對民族的情 他們準備把這首歌 作為這個紀錄片的主題曲 把他們這一路的劍文 帶給他們海外的親人和朋友 讓他們一同與他們分享 這次拍攝過名的喜悅和歡樂 好 講一下感受 這首歌適合用 這首歌適合用 這首歌每一節都適合用 《神舟萬里程》這首歌一出的時候 是一個很棒的歌 因為每一句歌詞裡面都有畫面 有的畫面就是我們中國編裡面 所經歷過走過的地段 有地段的色彩 加上地點帶出來的感覺 而最後我們總括在黃天上帝 我們是天壇 你朝的字幕唱給他 要走河然後讓你哭 來有的感覺 讓我走路 讓他們點牌 這首歌 看看我們不停 在哪兒 那就是每次都要給你 我們要不停 我們要求會 如果不停 皇天上帝怨孤顧 如露潤雜寺寶 有一個很深的感受 去到胡同裡面 我就是去到一間幼稚園當中 一群孩子湧起來 那種親切的感覺 是言語不聞說不出來 是想抱著那些孩子 很想懷抱這一個國家 我想這次千古二去到中國 就是眼界和看到很多不同 看回以前很多歷史裡面的東西的時候 就是會變成另一個層面的體驗 神給我體會到 就是那個十字架的愛 根本是在這片中國土地的天空上面 從來都沒有離開過 我已經走遍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做了很多拍攝工作 但未試過有一個感覺 我覺得這班人 通街的人 湧來的小孩 奇眼光看著我們攝影機的 是自己骨肉之親的 不知為何我有一個欠了他們的感覺 神的愛是存在的 無論是在大地 在一些窮鄉的闢養 在一些大都市裡面 我真的很感受到 神在愛裡面每一個的面紅 我很盼望 我們所做的這個節目 我們所傳這個福音 是要去到黃土大地當中 去到一些小孩的當中 去到一些人民的當中 我更加期望這個製作能夠帶到 世界各地不同有華人的地方 神愛世人 我們希望這個特輯 能夠成為普世華人的一個祝福 亦成為基督徒的一個鼓勵 深信年日會在前面 雲塵代曹光彩 深信年日會在前面 一連五集的千古奇迷中國篇 已經播放完畢 但是恩與知性攝製隊 在絲綢之路的所見所聞 將安排在另外一連五集的 千古奇迷思路篇中播出 敬請留意 如果你對今天的節目有任何回應 或你想知道更多有關基督教信仰的話 歡迎你打電話給我們 願神賜福你 优优优独 Watts 何何万里陶陶 穿过大地千山沿路 人欲无数生机 千世万代人以为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